在新創公司担任资深工程师 讲到投资理财 黄凯是同事眼中的pro级 减少日常开销 薪水不是存下来 就是买股票 在中立买房的房贷 也已经靠自己的能力缴清 现在目光投向 海外置产 同样是上班族 潘小姐不是每天追着钱 就是被钱追着跑 存到钱蛮难的 蛮难的 对 因为本身就是有一个房贷 对 然后房贷加一些其他的 就是基本生活支出 其实就是刚好大平 潘小姐是屏东人 原本工作租房都在高雄 婚后回屏东买房就业 每个月的薪水一毛不剩 全拿来还房贷 她和先生还有两个小孩要养 毕竟就是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想要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也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在好一点的环境中成长 所以就毅然决然就是买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刚刚看到两种不同的个案 您是属于哪一种 如果是前者 那么很恭喜 如果是后者 或许您并不孤单 根据求职网调查 39岁以下劳工收入减掉支出后 39.2%出现财务赤字 比率高于过去的38.1% 前年的36.3% 已经是连续6年恶化 过去这三年有所谓的通膨压力 那通膨侵蚀掉这个薪资 那如果这个青年劳工又是离乡背井工作 又有这个要负担外食跟房租 那在整个这个物价上涨 以及升息的趋势情况下 可能外食开销跟房租的开销 也会增加的情况下 如果过去这个求学期间 又背负所谓的学贷 现在又要偿还的话 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务状况 会持续的一个这个比较困窘 个人总存款平均13.6万 其中有23.2%的人表示 自己没有存款 零存组比例破纪录 学上加霜的是 有7成3青年劳工透露 目前处于负债状态 清贫族的增加 跟整体低薪环境有关联 调查显示 比起刚进职场的第一份工作 薪水的变化有55%是增加的 31%是持平 甚至有13%是减少的 如果有增加是增加多少呢 答案是9626元 锐出社会8年的时间计算 等于每年平均缓步成长1200元 越忙越穷 然后他领的薪资 不足以指引他每月的生活所需的时候 他就变成月光族 很多的大学毕业生 一进到工作职场之后 事实上他已经是负债了 然后台湾偏偏又是低薪的国家 他领的薪资 他没办法存款 他每个月像在台北来讲的话 你一个月如果领基本工资 事实上他是存不了钱 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 那他薪资又没有调整 他就变成变相减薪 若低薪肿镜持续存在 匆忙世代面对通膨 高房价还伺 整体社会势必往不利的方向发展 清贫化会不会衍生成为老贫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 目前整个生活呈现一个比较严重财务赤字 而且存款累积速度很慢的情况下 也不太容易在60岁以前 存到你目标的退休金 那变成说可能60岁以后要退休 也不容易 甚至可能要被迫重返职场来工作 青年老公比较担心的状况 就是自己呈现一个一高 二低三步的一个窘境 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是高学历 但是如果面对这种学非所用的情况之下 可能薪资的一个满意度也是比较低的 那职场成就感也是低的 最后又导致买不起房子 那不昏不生的念头是比较严重的 贫穷不只限制你的想象 还限制了你的一切 月底吃土足何时才能翻身 TVBS新闻陈又翔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